75 大公報 李維其 其主席執法更嚴謹 2015年7月11日要問A 07大公報信 記者公學名報導 民建聯主席李維其 前日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文大會上 質詢街道清潔問題 竟被反對派形容為此貓美 李維其 作駁斥有關講法 強調自己的提問十分基本 由指正改前已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反映過有關問題 李維其 亦認為 前日立法會行政長官答文大會上 被干擾的建制派議員提出規程問題是合情合理 他亦認為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可以更嚴謹執法 李維其 發文時提到使用整結 街道衛生的問題 行政長官梁振英回應時指 政府2月被在8月及9月推出 全城清潔2015日加士香港運動 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牽頭 起了一道野蠻打斷答文大會 更被逐出議事聽的社民連梁國雄 竟因此質疑李維其 的提問是與梁振英且貓美 李維其 作接受電台訪問時直言 沒什麼且貓美 他表示 自己的提問十分基本 自己在政改前亦向林鄭月娥反映過 政府知道民建聯有此要求 而民建聯亦知道政府正在和區議會討論有關事 而李維其 說 議員有責任提意見 若政府接納並提出計劃 最重要是市民受惠 否則不提意見 又整天在馬 看不到有什麼好處 而答文大會上 多名建制派議員先後提出規程問題 要求主席處理製造操音和滋擾的議員行為 李維其 指 特首進場已有人在大叫 又有人揮動標語 被滋擾的議員提出要求主席處理 是合情合理 至於曾育成是否執法不夠嚴格 身為黨友的李維其 說 曾育成可以更嚴謹執法 因為每次都有人叫囂 每次都有人趕出場